。 哈喽 大家好 这是我刚刚自己做的一杯咖啡 你们看一下 上面是我奶泡 然后下面是白咖啡 这期视频是我期待非常久的这些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是我第一次海淘一个黑屋的开箱 其实东西不算特别多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海淘 总是有点怕怕的 怕被睡啊 或者是其他各种原因 所以就买东西不算特别多 但是我还是想给你们分享一下 大概说五个包裹吧 那么我现在视频马上就开始了 你也可以去弄杯咖啡 然后跟我一起来打开里面东西吧 其实现在黑屋已经过去蛮久了 现在马上就要圣诞节 当然如果你看到这视频的时候 可能已经要元旦了 但是这是我等了很久 昨天才把这五个快递收起 然后我现在是没有涂口红的 因为我知道我里面买了只口红 我想说我就懒得谢了 就直接拿出来 然后上嘴涂一下给你们看 那么就先打开这个吧 这个就有口红在里面 这是我在别样那边买的 其实我很早就听说这个软件吧 但是一直就是没有下手 因为它油费还蛮贵的 我觉得油费大概要一百多两百 黑屋的时候呢 它就刚好有一些包邮的活动啊 或者是买哪个商品包邮啊 所以就一起下单了 好 打开 我记得里面只有两个小东西啊 它这个的箱子很大 你看 还是在这个梅西摆货 是在梅西吗 还是梅西摆货给买的 好 首先是这个UPNK的一个唇釉 这个应该是我买的 然后 哦 这个是我妹妹买的一个 NAS的一个腮红 嗯 这就不打开 试开了 然后 这是一个赠品吧 然后它送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香水的小样 好 重点我们看这个好了 当时我就给那个我妹妹她包邮嘛 就一起就凑单就买这个 我在比安下有两单 然后这一单是最慢的 不幸好 都没有被睡 是这样子的 诶 还挺好看的 我记得我当时买的时候 还是大概 60多人民币吧 还挺划算的 还挺好看的 现在立刻给你们试一下色 哇 是一个很正的红色 嗯 你们看一下我看吗 我超级喜欢 后悔没有多买几个色号了 你们能看到我该抹上去的瞬间 是非常的丝滑 然后饱和度也非常高 就是欧美的那种很典型的 饱和度很高 然后是哑光的质地 当然这个哑光的比我想象的好很多 因为它不会干 不干诶 但是有一点点 就一点点黏黏的 它干速度还算是蛮快的 基本上你涂完上去 然后等个几秒钟它就干了 如果说你在它没有干的时候 然后就已经在慢慢的样子的话 就可能会弄到牙齿上 就等它过个十秒钟再抿一下吧 就不会弄到牙齿上 这个颜色我超级喜欢的 很显白 薄涂厚涂都可以 我现在是厚涂 超级喜欢哦 厚涂正是那种非常正的一个红色 你们看一下 基本上是不会沾杯的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开箱 也是开个别样的 这个是双鞋子 其实别样啊 他们跟那个Avolent去合作 就是可以在150美金 就只有中国 因为中国其实是不支持 Avolent只有过来的 然后我看到有这个活动就很激动 其实我已经穿了半个月了 但是我想给你们 营着一种是开箱的感觉 又把它放回去了 然后就他们的单子 单子 对 然后这双鞋 应该很多博主的 给你们都看过了 它的鞋是145美金的吊算 145美金 我跟你们说一个我很蠢的事情 千万不要笑我 就是它不是150包有吗 然后我这个鞋是145 还差5美金是不是 我就随便在他们网上 就从那个价格最低到最高去排序 然后我就看了个东西 刚好是5美金 我就想都没有想 就看也没看 直接就把它就加入购物车 一起去购买了 因为我当时候没有别的东西想 我只是真的只想买这双鞋子 如果说我不加那个5美金的话 那我就要给还是25美金 还是15美金的一个运费 非常不划算 那我肯定是去选择那个 随便买一个5美金的东西 然后我看那个图片 说是有点皮带 我当时还在想 这么便宜吗 这个皮带 然后我就算也没想 就直接去购买 因为怕这个鞋子 没有我的码数了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皮带 然后寄过来 这个皮带扣子 真的太傻了 然后当时我收到 我一惊讶 我说 我不是买个皮带吗 然后我还去找 别样的客服去问 然后那客服还帮我去查 然后等了好几天 才就知道结果 他说你这个商品 不是一个皮带 只是一个皮带扣子 真的笑死了 不过 说一下 别样的APP 不是广告 我个人在我们家 第一次下单的两单 虽然说东西有时候折扣 是很大 但是运费其实蛮贵的 除非说别人跟你一起拼油费 我觉得才是比较划算的 并且他们家的这个售后 这个服务 我觉得不是很好 因为那时候我就收到东西 我就想说 问这个东西嘛 然后 哇 前面有100多个人 去排队问这个客服 我的天哪 我那天晚上是从 晚上大概是 8点 好像8点钟吧 忘记了 反正等到晚上呢 等了一个多小时 才到我去问那个客服 我去发邮件给他也试过 但是也等了蛮久了 他过了两天才给我回邮件 好吧 重点不说这个 MUSPRO的鞋子吧 我买的是这一双 其实已经穿过 已经蛮久了 已经穿了 有半个月 感觉挺旧旧的 但是我 还是想给你们看一下吧 这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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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对 对 这样的 并且这一双鞋经过了我一些微调微整 你们看一下 有点脏我的鞋底 这个鞋底 我经过了一些加工 它虽然是变丑了蛮多的 但是对我来说 我走路是很糙的 就是 我不会说爱酷鞋子 爱酷这个鞋底去走路 所以我妈知道我走路很糙 就经常 不管是买什么鞋子 主要用鞋吧 就买一些平底鞋 或靴子 或是什么鞋 我妈都会帮我去外面去 重新再去加一个鞋垫 然后这一个 它当时我已经没有这个 这种匹配的颜色 没有办法 就加个黑色的 其实我本来是不想加的 因为我觉得加了会非常丑 并且会破坏它原本的一个造型感 但是 我那天第一次穿在学校 我们学校很多那种石头鹿 就坑坑洼洼的 然后我走了一天之后 我就回来看我这个鞋底 它们鞋底原本是那种牛皮的 就这种 这种牛皮的 很软那种鞋底 走了一天之后 它整个鞋底 坑坑洼洼 很多很多密密麻麻的小洞 我这个密集恐惧症人 看到 受不了 受不了 然后我就想 算了算了 就去加个鞋底吧 因为我走路人是很糙 如果说你们鞋它丑的话 你们可以不加 原本的鞋底 是非常薄的一个牛筋的鞋底 所以就比较不耐磨 它非常的好穿 真的非常好穿 我现在穿了半个月 完全没有磨脚 哇 这种非常喜欢 你们看它整个鞋子 不管是这个表面 还是里面的底 都是牛皮的 非常的软 穿起来非常的舒服 不会有任何的磨脚的现象 我现在穿了 半个月 完全没有磨脚 不过 不过 因为它这个鞋子是有跟的 有点点高度的 所以说我们穿高的鞋 基本上脚都是会往前倾嘛 然后它前面的鞋头 鞋头是偏小的 对于我来说 我的脚型是比较瘦小的 我都觉得三十七嘛 对于我来说 是有一点点的小 因为往前倾嘛 然后脚就会一直往前顶顶顶 这样子就会有点偏小 这个头是有点偏小的 所以说买他们家六鞋子 尽量买大半码 如果说你脚不要宽的话 买大一码是没有问题的 它后面是有个 有点点松紧带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不会特别紧 也还好 穿起来也还好 高度刚刚好 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 穿一天下来 基本上不会说 觉得腿要断的感觉 粗跟走起来很方便 跑起来也很方便 粗跟走起来更加的稳 所以这种鞋子 我觉得穿起来是很舒服的 这个颜色姜黄色 很适合现在秋冬 好下面剩下三个包裹 我们先不说这个 这两个是我在同一家 网区下单的 是这个叫 ZOOPANTASTIC 这个网区下单的 它是一个应该是个 英国的网站的吧 看一下 我选择在这个网区下单 是因为它有个全中文的网站 并且支持这个支付宝支付我 然后是380人民币就包有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能我们第一次去海淘的一些 小心手来说 是一个比较好的网站 即使说现在已经是黑五结束了嘛 它还是经常活动 比如说现在是一个85折 就经常有活动 然后我看一下我的订单 我是下了两单 第一单是在11月21号 然后第二单是11月27号 但是我是先收到第二单 才收到第一单 算了一下 我第一单花费了 有21天才收到 第二单是花费了17天才收到 但是我觉得还好了 其实久一点也没有关系 毕竟我没有被睡 这是我非常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买的东西都不是很多 因为我想说 我如果买很多花费被睡 就不划算了 所以说基本上我就买到差不多包有 这样子就一单嘛 好我们先说一个这个吧 这个是我下第一单 你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我买了三罐 这个是亚顿的那个身体乳 但是我以为是那个比较大罐的 收到来是个小罐的 我觉得就不是很划算 然后我买的是三罐 那时候黑五是亚顿买三免疫 然后我是跟我朋友一起去拼的 一起买的 还有拼我已经给我朋友了 然后这两罐是这样子的 好给你们看一下 我昨天晚上也用过了 其实它里面就是白色的 并且有一颗一颗的黄色东西在里面 是个身体乳啊 因为我朋友说非常好用啊 所以就好吧 我们来试一下吧 它抹开也很好抹开 然后味道是一个比较香的 它里面不是有一颗颗黄色的吗 但是在你涂抹开那瞬间 基本上已经是会把它压碎了 还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身体乳还行 不会说太粘腻 所以说还不错 但是我为什么说不建议买呢 因为它其实跟我去香港买 它价格是买贵了的 即使说买三免疫 平均价来一瓶也要九十块钱 这个是有250毫升 我去香港买那个500毫升的 也只用一百多吧 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是不划算的 这个是一把梯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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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说这个TT梳非常好梳妆 我们看一下 梳完之后它整个头发非常顺 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刚刚在录视频之前 我已经洗了头用了护发素什么的 然后整个头发都没有什么打结的 它这个书齿还是齿书啊 反正这个里面的东西啊 它是比较长的 基本上你这样一放下去 就已经能触动到你的头皮 应该头发多一点的人也会这样子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还行吧 没有想象中这么好用 就还行吧 主要是被它的花纹吸引到了 超级好看 这个 这个其实是我凑单买的 这个整一单我看一下我花多少钱 这个是54块钱 然后这个TT梳是 91块钱 这一单第一单是花了424块钱 这个是一个OTD的护理油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她现在冬天她经常会脸干啊 或身体干啊 我看它是个护理油 我想说油应该会比较滋润 所以说想给它涂涂身体啊 或是涂涂脸这样子的 还挺好看的 这样子 我们试用一下呗 试用完整了吗 这个玻璃瓶身呢 我以为是个塑料 哇 它口这么大 它口实在是太大 所以我就只能这样子 稍微按一下 感受一下它这个油 先盖上去 让我看一下 看到吗 它有油 还不脆耶 这个味道也挺好闻的 像这种油类的产品 我建议你们买小小一只就够了 因为油 它这个涂抹的延展性是很好的 加上我们不想说涂完之后 整个皮肤 整个身体会过于油 就用一点点就够了 所以买一瓶小小的就足够了 好 这个就完全给妈妈吧 好 放回去 营造用是给她新礼物的感觉 好了 这样子 好 那么这一单就没有了 好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个最大箱子 但是其实里面都是非常少啊 这个我已经打开过了 是不小心打开的 你们看一下啊 哎呀 我的睡衣服也就看到了 好吧 其实它里面只有三个产品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那么大个箱子去装它 好 先给你们说一下 我为什么会下第二单 是因为我下第一单的时候 我就很想要这个产品 但是可能是我下单下晚了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我在黑五的比较后阶段 27号吧 看到这个东西突然又有了 并且还是在打折的时候有的 赶紧下单就买这个东西 然后剩下两个产品呢 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凑单嫌疑 这一单我看一下我花多少钱 这一单我是花了497块钱 好 这一个东西 这一个 OTD的一个简称叫熬夜精华 我觉得对我这种经常熬夜的人来说 应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 这个我已经忍不住收到时候就已经拿出来 用了几天呢 这个这样子的 超级好看 就是大葡萄他们家的产品呢 我很多都是用过 然后这一款是我很早之前就想买的 但是他们天猫旗舰店 只有粉红色那一款 应该是叫什么夜间精油吧 这个就稍稍有点不同 就说是什么熬夜精油 我看他们小红书上面的那个弄过人的一些评价 就说它是熬夜必备品 所以就 这个应该是和那个粉红色那一款夜间精油 是差不多的价格 在天猫旗舰店店是360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买这个的价格是 163块5.5 直接就半价了 所以就没有不买它的一个理由吧 这个我收到然后用了几天来说 可以说是爱用品了 不过还好那个我给它的一个爱称吧 就是 年度最臭护肤品 因为它真的是太臭了 这是我今年用过 这辈子用过最臭的一个护肤产品 来 你们闻一下 闻不闻得到 超级臭 这个精油 我用了几天了我觉得非常喜欢 你们看前面第一款是稍稍有一些弯的 并不是说垂直立下来的 你看这个头看我看到 有点点弯的 我以前没有用过它之前 我觉得在精油护理油方面 哈巴那一款已经算是比较轻薄的 没想到它这一款更加的轻薄 因为我觉得哈巴那款呢就是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油的 这一款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 这个油 哈姆我开的时候 感觉它里面的油分是有的 滋润度是有的 但是涂抹完之后 它整个皮肤会非常的轻薄 和他们家刚才这个护理油相比起来 它会更加的轻薄 你们虽然看起来好像反光 好像太油的感觉 但是其实用在我们脸上很舒服 这种油膜感 就好像我把刚刚我前面涂的所有物品 都已经是把它稳稳的 戴在我们的脸上 好像戴个面具的感觉 非常轻薄的面具盖在脸上 我刚才在化妆前啊 我就涂一层这个全脸涂这个精油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可以成为我这个年度的爱用品了 但是这个视频我能不能出呢 那还要再考虑一下 可能今年都过完了 我这个视频还没有出 因为我现在最近太忙了实在是 我一月份有我的毕业考 然后面试等等乱七八糟的 不好意思就淘汰了 好下面下一个东西是 这一个东西是 这个眼罩 这个其实我在半年多前我就想入手 但是我觉得它单价实在是太高 大概是要两百二十二 我就对一个眼罩来说 两百二十二是挺贵的 不过在黑五的时候 我就看到它基本上打五折了 就赶紧把它买下来 聊聊我这个心愿吧 我平常睡觉呢 是一个比较害怕光的人 所以平常都是会戴眼罩睡觉的 但是我平常用的眼罩基本上都是我精品电容 二十多三十多的眼罩 这个眼罩我在黑五买的时候是 一百三十六块钱 我觉得对于我这个长期戴眼罩的人来说呢 是挺不错的 并且它这个眼罩 有一个号称能去皱的功能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是不会相信的啦 但是我看那个小红书上一样说 这个眼罩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就立刻把它买下来咯 好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其实我已经用过了一个星期了 我想说我用过了才能把感受能告诉你们 我觉得买来还是挺值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消耗品嘛 它不会说你戴一两次就要扔掉 它不会 它这个眼罩和我那种二三十的眼罩相比起来 它的确是好的 它的确是挺不错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面料非常的软 然后还是中间会夹一些像棉的东西吧 应该是还是稍微有些厚度的 在眼睛上 哇好舒服 这样子 对不对 对 然后加第二点就是它遮光的一个效果 我比那种二三十的二二二三十的那种是好一倍吧 大概是 宽度啊会比较大 你们看一下 基本上眉毛 然后鼻子 这个地方完全的遮住 我那种二三十的就基本上只是遮这个眼睛这一块 这样子 它遮光的效果不错 加上它里面这一层呢是有个像口袋的 有两个小口袋的感觉 它会更加的厚这个地方 所以它这个遮光的效果会更加的好 好那么第三点我比较喜欢的是 它后面这个袋子 它是可以给你调节松紧的 我想弄紧一点 可以 这样子 我想弄松一点 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 像平常那个二三十那个就是用松紧带 没有多调节的 它直接就是一个松紧带 有时候我就觉得它好像有点太紧了 就有时候好像就戴个金枯罩的感觉 那种头枯的感觉 把我整个头枯住 就感觉你会稍稍一些紧 但是这一个就不会 它这个就可以完全依靠你的喜好 想紧一点 没有问题紧一点 想松一点 没有问题松一点 然后这个扣子 虽然说你看它是金属的 但是你戴在头上的时候 完全不够任何被磕到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点我戴起来是很舒服 我给你们戴一下 我想要弄松一点 然后戴上去 这样子 后面 这样子 现在戴起来就很舒服 睡觉 对不对 你看它说它原本眼睛是这样子的 然后戴这个眼罩睡觉之后 就变成这样子 虽然说我是完全不相信的 其实这个眼罩能起到很不错的遮光的效果 我已经是很满意了 好的 这个箱子最后一个东西是这一个 Grow gorgeous的一个头发真厚的一个产品 简单来说就是制脱发的 就用这种 脱发少女来说 我觉得我就是要买这个东西了 他们家就专门做这个产品 嗯 你看 这个 哇 这么小一瓶吗 这么小一瓶吗 我也是蛮大瓶的 然后我这里还配一个这样的低管 对 我还没用过呢 我想用一下 试用一下 我是感觉我这个发际线的 你看一下 哇 那凸凸的感觉 这边也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 可能是年纪大了还是咋的 然后觉得我最近现在这个发际线的地方 就有点点厚了 所以想从买一个这个来用一下 它原价要264块钱 然后我 配我买的时候 198 好我现在镜头面前 立刻和你们一起试用一下 你们看一下 哇 我感觉我就是要凸顶了 然后几点 几点 好 好 把它抹开 哇 感觉有点油啊 先把它抹在头皮上吧 看起来有点油 我不知道干掉会怎样 好吧 这边先让它干掉 好 我现在涂好两边了 这边涂得有点多 这边稍微少一点 感觉有点油 不知道干掉之后会怎样 好我们先把它盖上去 因为我觉得这种深发精柔 基本上要早晚去使用嘛 如果说我早上用完 它这个头发突然变油了 我这边怎么见人呢 所以就 我希望它不是那种 用完会很油的 好 我们等下最后再看一下 怎样吧 接下来最后一个产品 这个 这个 其实不能说是海淘啊 只是我在黑五的时候 黑五那段时间 在他们家这个天猫旗舰店买 然后买价格非常便宜 就买了这个美妆蛋 因为其实我在海淘网上看到了 没有的打折 但是我就不发微博嘛 就有小伙伴他说 去他们家天猫旗舰店 黑五那段时间会更加便宜 比海淘还要便宜 就这个 Rotaclic的这个美妆蛋 对 两个 我记得好像是四十多块钱 嗯 很便宜 那么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好说了 那么接下来我所有包裹都开完了 这些东西不算特别多 但是我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是我第一次海淘嘛 加上我所有东西都没有被睡 非常开心 然后我现在头发这个东西应该快干了吧 拉近看一下呗 看这边你看它干掉了 干掉又不会很油 就还好 好 这个增发精油总体来说 使用感是不错的 它用完之后呢 这个头发不会变油 嗯 基本上它有效果吧 这个东西要长期使用的 如果说我用的有半瓶的话 我再给你们反汇一下效果 好 诶 你们对我今天这个妆容啊 耳环啊 衣服啊感兴趣的话 看新西兰 不过 这个耳环还有这个衣服 应该网上是买不到的 这个衣服是我在下午的时候 随便去一个店那里买的 然后这个耳环呢 是我在深圳的一个商场 一个精品店商场 买的好像才三十块钱吧 嗯 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